成都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,幸运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这里,有些老外甚至定居在这里,开始新的生活和事业。 8月30号下午,来自法国的大卫,在成都的一家书店开了一场本地老外的九阳生活主题分享会,分享他在成都的生活。 从2005年到四川大学法语系当外校算起,大卫在成都已经生活了14年,大卫一直告诉别人,他不是老外,是本地老外。 大卫告诉记者,本地老外并不一定是本地话说得非常好的外国人,而是要热爱这座城市,热爱这座城市的人们。 也不应该会说什么普通话,或者本地的那个是川话那些,因为有一些人对外语,对语言就是也没那么简单。 我觉得如果你在这里最少五年,你爱那个成都,你爱那些本地人,你在这里习惯,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本地老外。 在结束外校工作后,大卫在成都开了家咖啡店。2007年,在咖啡店里,大卫遇见了现在的妻子亚兰。 如今,大卫跟老家在乐山的妻子亚兰,已经有了一个四岁的可爱宝宝。 我想在成都多大一点时间,因为感觉到了,我很喜欢这个地方。 大卫在成都可能多两三年,我没想过多十五年这个样子。 所以就是因为有缘分的感觉,然后我也碰到了亲爱的老婆。 感觉到了,我就和他在一起的时候,我就突然就是发现我爱他,我就很想和他结婚了。 生活中很多人都对本地老外大卫好奇,大家的问题也都差不多。 于是大卫自己设计了一款文化衫,衣服上面是几行短短的风趣,大自助如。 我听得懂你说的话,我能吃辣,我吃得惯,等针对常见问题的主动回答。 在成都生活了14年的大卫用衣服上的文字,告诉大家,他是一个地道的本地老外。 在生活中,他也同样证明着他的本地属性。 全都最喜欢的那些生活,生活生活的方式,干净是,我在这里的国家也有很难找得到。 比如说,要看在那个节目,喜欢淘汰的,这个也是觉得每一个月或者每两个星期,洗澡都淘汰的。 我也喜欢去茶馆,喝茶,看一本书,或者和朋友聊聊天。 我也很喜欢船船,或者什么烧卡,或者什么干锅啊那些。 我也喜欢去看那些老年人,就是在什么路口那边,就是要一起锻炼生气,朝五。 就是这些小生活习惯,我觉得我都很习惯。 参加分享会的观众大多来自法国,也有的来自加拿大,荷兰等国家。 他们表示,这个活动开启了一个更深入了解成都的窗口,也为他们提供了互相交流的平台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